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從阿公的日式時代就已經開始在做了 早期的人很多 走路都走不走 阿南仙魚攤位在家裡東山市場攤位 經營了二十個年頭了 攤位有兩百多攤 都是滿豬的 真的是沒有被黃昏市場前年所擊敗的 有一種特色就每次放出去 大家都窩了 去哪裡買的啦 雅庭的爹 我對我的客戶當作是自己的人這樣 客人也是很有人情味 因為現在的人都注重衛生 對 那食安的問題 所以像有一些東西可以覆蓋起來 我們就盡量覆蓋起來 對 這樣子保持它的新鮮度 三個小孩子就是從小一直看 然後就是他還有兒子幫我做 阿公就長日式時代就已經開始在做了 不過他做的東西沒有像我們現在這麼多元化 他那時候做的就是只有麻糬跟鹹粿 而且鹹粿 鹹粿菜頭粿就是從我公公的時候 他就開始改良到怎麼去做起來才會軟Q 才會好吃 而且它的那個鹹度它是剛剛好的 有時候會想想說 欸 當初我為什麼要做這個 我當初去上班就好了 就想著說 阿就是做這攤 就把三個小孩子給養大了 阿做著做著也開始慢慢有改變 對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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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習慣就成自然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